由於歷經長時間封鎖 一般預料跨州禁令解除後 將有許多人返鄉探親 但是就怕疫情反彈 吉蘭丹中務大臣 Nadu Amoyegu 今天向沒接種疫苗者喊話 要他們千萬別返鄉 以接種疫苗者就算要返鄉 最好也先自我檢測 阿莫egu說儘管民眾非常想念 父母或其他家人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先完成 兩劑疫苗接種 遙遠有不少警民戶及地址 設立在吉蘭丹 不過卻長時間在外地打拼 就算接種了疫苗 資料卻沒有同步更新 Nadu Amoyegu認為 這也是單州疫苗接種率 偏低的原因之一 數據顯示吉蘭丹 目前的疫苗覆蓋率為79% 州政府早前定下覆蓋率 月中要達到八成的目標 有望實現